早安!我現在在綠島! 今天呢,其實已經是我們來綠島的第二天 我們這次最主要目的就是來拍我們住的地方 環島旅宿的一個影片 昨天呢,本來是想說把工作趕快拍一拍一拍 然後今天就有一點時間晚了 但是昨天快三點的時候才登島 然後就開始一連串的拍攝行程 今天還有需要去補一些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綠島的天氣真的是 超級好 這兩天就是都是31、32度 太陽就是毫不留情面直接曝曬 綠島呢,其實我已經之前有來過蠻多次的 就是有朋友在這邊開民宿 或者是剛開始玩潛水的時候 蠻常和朋友來綠島潛水 這次呢,就想說做一個簡單的Vlog 因為一定還有很多人還沒有來過綠島 但是綠島我覺得真的是 離島之中數一數二真的很漂亮的小島 透過這次的Vlog 希望可以帶大家來認識一下這個小島 這是我們這次住的環島的包洞民宿 隔壁是海房、四人房 我們住的是山房、雙人房 有我跟Roro一起住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我的行李箱 很搞笑,我昨天透的行李箱來 但是我包包裡面的雞髮精沒有關好 所以它就整個露出來 我就把它放在外面讓它稍微曬乾 露得我的整個毛巾衣啊 跟我的衣服都是 好像會有一些海鯊 早上把昨天曬的衣服收進來的時候 真的都有這些海鯊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房間的view 看出去就是整個大海很漂亮 然後剛好這條街就是綠島唯一一條最大的路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樓下老樣子 拍幾個畫面之後就要準備去吃飯 然後下午要下水 GO 這裡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上去二樓 我們的房間 樓下就是老樣子 還在拍攝的Roro 它裡面呢就是有一點紀念品店啊 手作店 然後有一些手工的甜點蛋捲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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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這位置是嗎 請坐 請坐 我好餓 這是他們自己手工包的 上次回來綠島應該已經是 一點錢了 欸我去年有來綠島嗎? 我忘了 我覺得綠島變超多 開了很多小店 而且大家對於設計這一塊也滿眼睛的 變成一個蠻精緻的小店 小小學也有一些精緻的店 但是大部分都還是寶舊的 稻宅改造 對 稻宅 可是是因為綠島這邊比較少 原本的房子 所以大家都要自己改 對對對 沒有 沒有 看一下 出來離島騎摩車 停車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爸 一直想起來 不然你的屁股就是沙灘 沒錯 我們剛剛竟然忘記這麼基本的事 太燙了 太燙了 好 我們準備要下水啦 Woo GoGoGo 我們準備下水啦 要跳好 看我的朋友 好 好 好 了 就要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忘記先說不要粗 可以收看 挑食的小孩 有什麼人吃東西比吃素海膽挑食的人 太多囉 我們一目一目 紅蘿蔔可以 那妳吃這個嗎 吃這個 看來我還不是最挑食的人 欸這魔風大哥不行吧 可以啊 我們剛上岸之後又補拍了一個素材 就是翻譯裡面的辛苦之處 喔對 所以拍一個下午 今天又拍一個下午 邊工作邊玩這次不可能是 我覺得很明確的把時間切開 不然就會 妳可能來了還是覺得沒有放鬆到 可能會想說妳有什麼畫面沒有拍到 或者是現在看到什麼都突然在這樣拍 是直到我們剛剛終於拍完了才想說 喔我來放鬆的 我們是來放假的 蘇姿已經過了 蘇姿明天就要走了 蘇姿明天就要走了 So sad 失敗 唉唷 大素顏的 馬上來敷一個面膜 以我的經驗跟身邊朋友 大家都這樣一致認為 就是海水真的很髒 所以一上岸的時候 如果皮膚比較敏感的人 真的要馬上卸妝洗臉 卸妝不是說有化妝那種卸妝 而是可以生成的 啊 必須 把一些臉部的髒污啊 好荒謬喔 等一下這是誰 我的人種 等一下 我來了 好荒謬 風電膜果然還是需要有鏡子 真的真的太高難度了 之前就是很愛玩水啊 然後也沒有在擦防曬 上岸就馬上跑去吃東西 就沒有馬上灌洗 皮膚就很容易長一些 小小的髒東西粉刺 我強烈的建議大家 碰完海水 上岸真的要馬上洗臉卸妝 曬到比較多太陽可以馬上敷面膜 這是敷的面膜世界 更多就是我做臉的地方 你的面膜 他們家的就是非常保濕 就是 它是這種有點堪吸的感覺 它的面膜質也是非常的薄 非常浮體 然後每次Eva都是30片50片 他們家面膜很快就會被燒過 然後身體啊 曬過的地方可以 擦一擦 做一些日常保養 邊敷面膜邊來跟大家聊聊天 我覺得綠島真的是有在潛水的人 真的很推薦來綠島 因為綠島的水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生態也很豐富 尤其是水費 但我們這次來的時間比較趕 所以就沒有再安排水費的行程 之後很想要再來這邊下水費 最多人問水費跟治錢的差異 水費就是會背氧氣瓶的 那治錢就是自由潛水 它就是你不用背氧氣瓶 然後靠自己的一口氣下潛 到多深然後再上來換氣 所以這是兩個最大的差別 其實很多長輩 或者之前社會的印象就是 海很危險 就是少碰海什麼的 我覺得這些危險的 都是來自於未知以及不了解 你對前方的事情 前方的狀況不了解的話 一定內心會很害怕很恐懼 然後會造成很緊張 那我覺得如果這樣的狀態 在從事潛水活動的話 一定風險會更高 強烈的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想要玩潛水這個活動的話 一定要先從 找到專業的腳臉開始 帶領你然後 你對這項運動有更多的了解 對海洋 對大自然有更多了解之後 你再去從事這項運動 你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害怕 那我覺得就可以降低很多風險 因為我們去接近大自然 一定都是想要療癒自己 或者是滿足自己心裡的 某些欲望 或者是讓自己更放鬆 在這些條件的前提下 一定是安全第一嘛 那很多不管是新聞啊 網路媒體上面 到夏天的時候 有很多那種 玩水出意外的狀況 看到其實都滿難過的 但希望可以藉由自己的一點力量 再盡量的讓這些狀況 在社會中發生 也很開心現在 有很多人一起在推廣海洋運動 像是搬來綠島這些朋友啊 或是小琉球啊 或是蘭嶼墾丁 住在海邊的朋友 大家都很積極的在推廣水上運動 以及安全的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 重視水上活動安全這個部分 安全第一 就是這樣囉 我們要離開綠島了 時間縮久不久啊 有嗎?我覺得蠻快的 縮短很短啊 但是因為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太多事情要做 這是你看綠島的天氣 真的是很棒 但是我覺得風很讚 我們是綠島之星 要去看一下一個 Yes 我們是旅行二號 好 再說一次 這不是告訴我們 人是坐飛機的嗎? 坐飛機不會暈喘 也不用人擠人 就是貴了一點 我剛剛沒吃運就要 但我想說 再相信自己的身體一次 因為剛剛有問老王 就是在地的朋友 他說回台東通常比較不會 通常都是來的時候 所以我想說好 好那就 不吃試試看 我是完全不相信 昨天喝醉的我 昨天覺得有點不小心 喝太多了 這是登島 這個是很久欸 我們兩個都很久 很久沒有來綠島 然後覺得 哇整個島上 雖然地理位置 就是大概還記得什麼東西 或是什麼景點在哪 但是很多新開的一些小店 對 看起來都很漂亮 嗯 但是這次比較 沒有時間去逛太多小店 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準備搭船 感謝我們彩東在地人 不要給我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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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吧 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讓我們搭便車 耶 拜拜 拜拜 下次來再說 好下次見 我們現在要在台東車站附近找咖啡廳 就下來工作 開始工作 繼續工作 哈哈哈 我可以站出來晒一下太陽 可以 加油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剛下船 感謝我們的台東在地朋友 順布載我們一程 從漁港大船的地方撓到火車站 然後因為我們原本要買4點的火車 不過那時候沒買到 所以現在我們要再等快兩個小時的時間 要搭5點55分的火車 回到台北大概10點多 10點 所以我們就剛好在這附近找一間咖啡廳 繼續工作 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剛剛 剛剛說就在我們的台東朋友竟然還送我們 一人一瓶小米酒 這個是外面買不到的 因為是怎麼樣的 小米酒很多是這樣 這樣的更好喝 對 就是很純的 昨天喝不夠 今天晚上繼續喝 那我們剛剛就是在Google Map上隨便找一家咖啡廳 想說它好像叫Chem Cafe 然後就來發現它裡面是 Starbucks 好像是星巴克服務的咖啡廳 裡面的做咖啡的一些SOP 都是星巴克這邊傳下來 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面跟我解釋一下 反正這家呢 就是剛好在火車站 旁邊這邊就是火車站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邊休息一下 傳個檔案 工作一下 等一下就搭我車回台北了 這支影片呢 我覺得很多蠻零碎的東西 有很多想要跟大家聊 跟大家介紹的很可惜 可能沒有很及時的拍到 下次我會再好好的記錄 記錄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練習 嗯 那就感謝大家看完這支影片 喜歡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綠藻之女的 其實我就是 我是有帶跑鞋的 你看 其實我本來想說 有安排一天早上要常跑 但是我發現 好像是自己的問題 希望下次來綠島好好放鬆的時候 你可以用雙腳去跑綠島